一年四季没人走园子 我们不是那种过年老天的季节行李 抢了走一看 把店过完呢 抢都看不到了 有任何时候抢去园子 到我们的园子来 我们的园子转业户 大家好 我是阿华 今天我在海洋那方桑二姐 来吃腾飞酒楼的园子大王 咱们家为什么叫园子大王啊 我们家园子大王是 不可以给我的占鱼 不是我自己叫自己园子大王 我不跟任何人打这种价格单的 我不能够把我的瓶子拿低下去 我也只会包装我的瓶子 想起高瓶子也倒不来 想加个便宜的话 我就满足不了了 这就是说你跟我园子毛的园 看愉快就知道 我能用什么食材做的 愉快一定要大福地炒 火的新鲜到点嫌傻的 楼要炒的楼 所以那个食材是非常关键的 今天完美的园子的话 很便宜 我不跟任何人打楼子夹给咱们 我本人可以把我的瓶子拿低下去 拿个家能够买的话 会人家说 那我倒逼了 找我倒逼了 会得跟胡子冒着穿你 蛮多人的 你前几年 你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 他只没去 他说高七十年 我们是九九年开业到这里 就会到这里 放了海洋成的酒楼 应该没有得人不孝得 走了一个是龙年 今天是 我们从九九年开业到现在 我们的招牌才 一直都是庞的园子 老板做园子历史了四十多年了 老板在没有就这个酒楼之前 老板就是一个厨师 我们在那个酒楼之前 老板的园子做的时候 我是满意名气的 那个时候是每年过年 终于有人来找老板 帮忙做园子 后来我们就想到 是刚才我们就一园子 我找个菜 开了酒楼 今天全部生机装销了 就是到我这里 消息聚会 亲戚朋友 咱俩有什么聚会 满意识乎 我们提到这种菜 加上菜 我没有做玉米菜 没有玉米菜 整个人装修都升级了 对 那你装修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客人 都很着急 要上人家来吃饭 没人都接电话 还不拍夜子都不得了 这还有这么大一个包间 二十人间 就是我们的大宗小包间都有 就过年的团建 聚会啥都很好吃了 对 那我们来吃饭 你点个园子 不好吃 就吃完这种人家 咱俩 好吃 在大宝带一会儿子 到我们七万人回来 多半老师吃饭完之后 带一会儿子 送去你送送 要送上来 多半老师回头和老骨头 算是不明来的理由 就是这样的 过年在这起码前面 伤个人 那不想说的 总是要够外个人站那种感觉 这个带是不停的 那个人是不愿意不带 怎么来 这个带一天到晚都是带 所以到过年的时候 没想到我梦 那个桌上面少不了 这一道菜就是床面园子 就是鱼衣非常美满的 鱼衣满满 刚出锅的肉圆子 既有鱼鲜又有肉香 吃个圆了 还是吃这种准备老店